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又來到星期三夜馬的時間 今晚認真好 因為有九場賽事 也沒有好像星期日那樣 有兩場只得四匹五匹馬 長場差不多也有十二匹 只有一場只有六匹 就是第七場 我將會介紹的是3T 五、六、七場賽事 幾匹我覺得是有份量的馬 給大家參考一下 由於有冷有熱 現在開始是季尾 馬很多會累 也有些馬房放一些秘密武器出來 即是可能未跑過的 或者是季初跑了 因為受傷或者因為累 而停了四五個月沒有跑的 通常一出來 你不要管上一次跑成怎樣 一聲就會有馬贏 好像上個星期尾場 第十場 銀紙這樣就帶給你銀紙 好了 首先是說第五場 第四班跑1200 這場賽事我覺得有三匹 主要是給大家參考 買3T 或者買三紅彩或者QT 甚至可以用來四連環 四重彩造膽都可以 就是一號馬 人和家庫 雷神騎的莫雷拉騎 一號檔沈澤成 也是一個力增上游的練馬師 磅是比較重的 我覺得這匹馬是唯一的缺點 另外一匹馬就是 就是圍港奔流 因為要講這匹馬 所以要來這些圍多利亞海港 看一下奔流 想看海豚 看不到海豚就講貼士 這匹馬 韋達是操的 他操馬 最近的馬是有形狀 也抽到好檔 也有法國的出色騎師 賀銘連騎 上一次還跑同程 在五七七場是跑第二 所以這匹一定要考慮 或者做膽 第三匹做膽的 就是蔡漢的馬 不讓雷神騎 讓史卓峰騎 史卓峰最近騎雷神 不是騎蔡神仙的馬 都是有表現的 就是六號的首飾傳奇 這三匹是主要的 當然如果有你自己的心水 你就可以放進去 另外有三隻腳是好分一點的 就是二號銀河飛馬 潘頓騎 另外這個準著視 是何宅耀騎的 是十號馬 認真好分 所以這兩匹可以做冷腳 三天第二場是第六場的賽事 最短途 就是第三班 爆了一千公尺 我今年曾經抓過 兩次頭馬的很甜橙 抽到十一檔 有分數 不是那麼多 所以我就不敢找他做膽 也不敢 最多是做腳 膽我是喜歡三號的 以戰養戰 潘頓騎 這個是羅富傳馬房 抽到一個好檔 跑一千抽到一個好檔 不用浪費那麼多腳情 當然其中一匹是做膽 另外一匹做膽 就是閃電精靈 上一次在沙田跑直路 是跑到第二 你知道跑直路 可以捱到第二 在化育局的直路 你可以留一留 然後最後三百充 分分鐘 他可以衝回來 是在二望一的 第三匹也是 那些叫做愛他做膽 就是十號 勝利在手 就由商譽復出 有好表現的黃俊騎 還拿著黃金一檔 當然跑到第六場 究竟一二三檔 是不是好像上星期 這個A跑道這麼好呢 因為明天就是跑B跑道 因為星期三是跑B跑道 所以這三匹就是三號八號十號 就是我的膽 至於腳我就喜歡連續 四場有入位之 或者贏的大摩的施著鋒 的辣神 但是可惜辣神 就是英文叫拉神 排過十二檔 以及最近贏或者入位 那些分數已經加到沒什麼好處 OK 另外還有蔡浩漢的 比阿莫為拉奇的金會聲 這匹可以說蔡浩漢的 馬之中不算穩陣的一匹 但是有差不多七八倍 作為配角 我覺得是要介紹的 快回公 Wednesday night horse racing 星期三晚的賽馬 第七場 三支的尾關 就是我介紹的是四匹 因為如果3T你中了 頭的兩關已經有安慰獎了 美場有四匹 互穿 分分鐘一中又省錢 因為如果你買四匹 就只是四駐 那就沒那麼犯本 那就是3號 潘頓騎的勞動創造 沈澤成的馬 四歲的愛爾蘭馬 開始逐漸成熟 另外就是6號的安芙 安芙這匹馬 常常都能進入三甲 尤其是上一次梁家俊騎 這次被賀銘連騎 鬥過後勁 我相信他不比梁家俊 但是梁家俊其實 都是一個好騎師 但是這次就是賀銘連騎 3號、6號之餘 輪到8號和9號 8號是雷神騎 我當不好 偉達的馬 但是跑1650和B跑道都不算太窄 雷神若然騎得精警 拿到二碟 或者放到這條欄 有機會後上拿到233 至於另外一匹 8號是紅粉 彩影 最後一匹屬於蔡翰有錢分 這匹就是靚當 這陣子蔡翰很多時候都喜歡給蔡明少騎 就是的愛至寶 這匹馬就是9號一檔 這四隻 3、6、8、9 就是膽來的 冷腳就是想想想想 1號、2號 以及5號 冷的這幾匹 但是都說了 永遠都是我給大家參考 若然你有大冷碗的 一定不要 如果輸了 你就真的到時候說 哎呀 公祝大家 好運 贏多些錢 等這個就是 今次開放了 可以8個人一起去吃飯 也有很多酒家整整些街窯 賀母親節 請母親和一家人 齊齊整整 吃一餐 厲害的 是 吃一公裡 很稍為 對 是 好 再一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